市区工程方面由美国自然医学研究院健康促进中心发起的世界心脏日健康你和我公益宣传活动日前在洛杉矶举行 据世界心脏联盟公布的数据显示 心脏疾病每年造成1750万人死亡 平均不到两秒就有一个人因心脏疾病去世 占到了每年死亡人口的41% 世界心脏日是由世界心脏联盟于1999年设立的 2000年9月24日为第一个世界心脏日 2011年起改为每年9月29日 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有关心脏健康的知识 目前常规体检能做到的只有心电图和心脏生抄两种方式 在心脏病没有发作的时候无法检测到心脏的问题 当心脏病发作时进行检测准确率只有40%至75% 中美两国科学团队在美国加州经过20多年研发和临床实验 于2004年研发出第一台CSD心脏量子检测仪 引起了医学领域的轰动 CSD检测仪结合量子谱分析 声音分析工程学 生物控制论方程 人体物理信息学技术 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在短短10分钟内 在零风险 无创伤 容易操作的情况下 准确检测并分析早期心肌缺血 和各种隐性心脏疾病的仪器 检测灵敏度高达95%以上 同年美国FDA也正式批准了CSD量子心脏检测仪的销售许可 心脏病知道在这个是全球疾病里面 这个是这个杀伤力最大的 而且的话就是目前来指的话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为了就是能够让更多的民众 能够了解心脏的知识 能够知道自己心脏的这个功能的情况 能够预防心脏病的这种促使心肌梗塞 特别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现在使用的CSD量子心脏检测仪 是第三代升级的产品 其性能稳定度分辨度更高更准确 有望近年内在中美两地普及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山嘉宏 罗山基报道